我一直覺得這個學校的網路速度會很慢 不過我最近發現我錯了 我呢想要上傳這個影片 這個影片呢有203MB 那我呢我就覺得說 嗯200多MB 應該要花到一個小時的時間上傳吧 所以說呢我就在我學校研究室 在上課之前呢 我就把這個YouTube打開呢 然後啊我就按上上傳 想把這個影片上傳 等下課的時候再回來看 不過呢就在我按下上傳之後 我卻發現說 Yo What the fuck 他居然只剩下不到一分鐘啊 這等於是只有30秒到一分鐘的時間而已 怎麼會這麼快呢 我從來沒有用YouTube上傳影片 有這麼快過 尤其是200多MB的東西 居然只剩下不到30秒就可以上傳完 這等於是我去鋪浪 隨便回一個鋪回來之後 這個東西就上傳好了 真是快的比我想像的還要快啊 接著呢我就不信心 想說怎麼可能學校速度 會比我家速度還要快 於是呢我就回去傳同樣的大小 同樣的檔案 然後按下YouTube上傳之後 我才發現說 就在我們學校已經跑跑跑跑跑 跑到大概10%的時候 這個時候這裡還連開始動都還沒開始動 連那個0%都還沒開始前進 然後呢再等了等到最後 終於出現了35分鐘啊 跟我們學校只剩下一分鐘不到的這個時間不一樣 居然會出現30幾分鐘啊 沒想到學校上傳YouTube的速度是壓倒性的勝利啊 這簡直就像是 LaBron James和簡明副對決一樣 LaBron James會壓倒性的勝利一樣 我們學校也壓倒性的勝利啊 到底我們學校為什麼上傳YouTube會這麼快呢 那我們學校每年花了幾百萬 跟Google圈秘密條款 我們卻不知道嗎 啊不用等到李組長皺眉頭 我自己就覺得不對勁了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